最近上海开了一个新的商场 那是相当的火 不是因为它有多大 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知名品牌的驻扎 而是因为一座天桥 一座由玻璃铺成的透明天桥 诸位明星和模特在这天桥上都不幸的春光乍蟹 这商场适应夜还没几天 大家就对这天桥议论开了 如果你也是一个姑娘 恰巧你又走在这天桥上 那么也许你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的群体已经被一览无余了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走光天梯了 其实这是一座由36块玻璃扑就而成的空中走道 本来在这样一座大商场里面 架设这么一座透明的天梯 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透过这个玻璃 楼下的风景是尽收眼底 只不过若是从下往上看 这风景可就有些奇异了 这楼上裙摆摇曳楼下春光乍现 美丽的姑娘们啊 你们真是太傻太天真了 有点怕走光 太走光是吗 但是好像离得跟底下有点远 应该没人往上面看吧 那下面也看不太好吧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从下面往上看都是太阳反光 根本看不到 殊不知在商场的这一边 他们已然成了众多拍客手下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我说大叔大神 你们也太不厚道了点吧 如此纯透明的大块玻璃 加上90度角仰头直视 就算是拥有了玛丽莲梦露的完美姿势 业务济于世啊 范冰冰就曾身体力行地 向我们证明了 动作再标准也是没有用的 楼上楼下风景各自独好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 那么造桥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这样我们在这个设计的建筑的时候 也考虑整体的这样的感觉 当中它是玻璃 两边它就是大理石 所以穿裙子的女士 如果感觉担心有走光问题 你可以走两边 两边的那个大理石的平台 顾客美眉们可以往两边走 那么那些不得不走这个透明梯台的可怜魔色和明星们 又该怎么办呢 不过也有胆大的主 那叫一个豪放啊 别提有多放得开了 尽管这座透明天桥存在有着非议 但是商场方面却并不打算进行改造 不过已经特意安排了保安进行提醒和劝阻 同时也通过微博和微信渠道 对顾客进行温馨提示 想要去看新鲜的保守公园们 还是小心为上啊 你小心点好不好啊 新鲜的在线采访报道